一屋改革开放成那样 佛堂证确实奇迹般的很好的保存下 现在这才不久去看 因为我们学校做一个 配合建党90周年 做一个叫做最前线的创作 我们学院被分配的去一屋创作 那我就看过一屋我拍什么呢 我想了半天 我一个是就爬到一个高楼上 用大相机把小商品市场的全景拍了下来 然后展览之后放了一张五六米长的片子 高清晰度的 那是摄影的特色 还有就是我很用心地拍了一组 一屋佛堂的现在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更有意思 这都是 我也不知道你们各位怎么做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喜欢 因为摄影有的是为自己做的 我喜欢这样的东西 我就是一直喜欢 不是现在喜欢 很多年我都喜欢 我觉得这次还是我们中国中有生命的东西 我们下来就像一样的东西 我们下来就像一样的东西 这是文明进程中间 我们过去造这样的房子 我们没有电 现在我们有电了 我们就把它拉到乱七八糟 可能过了很多年 我们意识到这样不好 我们就把它埋到下面去了 所以我们那个地都是装拉链的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像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附近 我们龙屋那个镇上 就是拉链 拉上开 拉开 永远在修路 这个HDR摄影 你看拍这样的东西 你注意到 仔细看 它这个容器的立体感很强 因为它有一个黑边站在里面 它不太一样 不是很平面的东西 在这边 就是 Anal Kontb胡椒 但我们可以想在杭州的团色 因为它珍费 已经过的爱 关注于是 有经历的东西 在画面的品牌 等下在镇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你看我们那个为什么你说就是我们把黑白摄影单独拉出来讲 那么这里我要讲几句 就是我刚才讲了这个艺术表现的形式与内容的问题 那么内容是什么 这不要紧 它穿上什么样的外衣完全有讲究 那么黑白这种艺术形式呢 在其他艺术形式有没有有的 绘画里 中国画里就是有黑白的 书法根本就是黑白的 我记得有一个小品考一个字 里面有一个犬外面一个果子 如果说那个人不是招工吗 你们看过这个小品吗 一个精神病后来来的 这是什么字啊 他就讲 这是黑白的嘛 他就讲黑白的 为什么 他就用黑的字写了 这就是黑白的 是这样 这就黑白 那么黑白这种艺术形式呢 对摄影来讲 是它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那么黑白的特点是什么呢 因为它摒弃了色彩 刚才我讲 前面讲 提到一个词 就是说到 什么时候是一张照片 什么时候一张作品 照片跟作品最大的区别在什么 照片就是真实的 我看见什么 拍下了什么 还原 这就是照片 作品是什么 是加进去作者本人 对于这个我所看到警务的 艺术化的理解 和它艺术化的处理手法 当然这个艺术化的处理手法 是通过技术的手段实现的 那么这样的 有可能就是一个作品 为什么叫有可能呢 因为你不成功的创作 失败了 它还是一张照片 有的时候呢 一张就是作品 一张好的作品 跟一个普通照片 只有一线差别 那么黑白呢 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世界 很多情况下都是彩色的 可是我们摒弃了色彩 这个时候什么 我们具有想象力 创作的时候具有想象力 黑与白之间 怎么控制反差 怎么控制这个警务的 这个表现的这种给人的感觉 还有最后欣赏的人 在看到黑白作品的时候 还要脑子里还原 它将是一个什么 它给你的心理的感觉 一定是一个艺术的感觉 所以说拍风光的时候 我们最害怕什么样的天气呢 如果你们经常拍风光 最怕的就是阴天 因为阴天 风光的创作中 很多时候摄影就是靠光与影 有光有影我们能创作 有光没有影没法创作 为什么 看到东西是平的 没办法具有想象力 那么这个时候 唯一的一个办法怎么样的 在做构图的同时 构图上做一个 艺术化的构图的同时 摒弃色彩 把它转换一个黑白的形式 没准就有可能成功 所以我想大家 从彩色摄影入手 如果将来做创作的时候 要多用黑白的形式 因为这是摄影最重要的 本体艺术语言表现语言之一 前面我讲一下这样的话 这都是小品 黑白的小品 拍摄的题材不在于大小 你处理好黑白之间的影调的关系 时间长了后 你看一个彩色 你就会知道 它会在照片还原什么 那么现在大家的好处就是 你们这相机里都有一个单色 可以直接设定成单色 而且单色的反差是可以调的 滤镜是可以加的 黄滤镜 红滤镜 都可以直接加上去 加上去效果上 你马上可以看 那么你要先训练自己的眼睛 你知道好的黑白照片的 审美的标准是什么 因为凡是审美都有标准 艺术不是没有标准的东西 对不对 有时候有点含糊 但是都有标准 这个训练我认为是蛮重要 黑白中比较难表现的 就是这样的灰度 大家注意看 这样的灰度 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白色部分的所有层次都丢光了 找不回来 后期电脑是没法做的 那么通常在摄影中呢 与其拍的亮不如拍的暗 这是非常重要的 拍的亮是很致命的 还有呢就是拍摄的时候 可能会拍的灰一点 没有关系 后期可以调整 拍摄的时候反差太大 那么很可能也就是 后期的时候黑的地方没东西了 白的地方也没东西 在我们的摄影课程中 培训课程中也好 正规的美院教育课 一定有一个曝光的控制 有这么一个课程 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大家注意看 尽管就有这个灯光打在上面 但是黑白灰的关系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在做学习黑白摄影的时候 不管是胶片或者数码的时候 我们会用亚当斯的区域曝光法来讲这个问题 我们会把从白到黑分为十级 那么通常我们要想办法 把你的极数控制在 尽量往中间靠 丢掉第十级跟第一级 因为第十级第一级呢 在画面上是没有层次的 白是白的一点层次 黑黑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往中间靠 丢掉两头 这么就是一个选择性曝光的问题 有一个 而且照相机里边呢 你们这个单色设定以后 那个设定到单色以后 那个对比度是要调的 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拍是景物的比较多 所以在学习的片子 人物比较少 景物比较多 然后我个人呢 是比较偏向于拍人物 因为人物难拍 也具够挑战性 这是国外的风景 意大利的什么 那像这样呢 我就认为是比较漂亮的黑白照片 大家看 有很好的光影效果 但也很好的对比 但白跟黑 灰都存在 你看那个窗子就是很黑的 但事实上呢 如果灯光不打的窗子里面 是有层次的 但是问题在平常摄影的时候 大家不太会去注意 这样的一些关系 影调关系 摄影有一个误区 就是大家老是在重复地拍那种 就是名山大川 大家都去的那种摄影 我记得有一个很典型的 我们有一个业余的学生 是原来教育厅的那个猴厅长 也是我们一个老朋友 他那个退休以后就特别痴迷于摄影 那么有一次呢 他拿了一些新疆创作回来一些片子给我看 那其中拍到哈纳斯湖的这个一个月亮弯 我说猴厅长 你这个片子的这个景深 控制的不对啊 这个角度也有点偏 他笑了 他说薛老师 你知道我这个照片怎么拍的 那都是人哪 我都拿了一个大相机都拿不了 挤不进我 拿了一个傻瓜挤 对不起 能不能让我进去拍一张照片 就这么拍的 哎呀 我觉得就不可想象 因为我对我来讲 这个哈纳斯湖的经历是 在座的诸位 我相信绝对不可能有的 我1990年就去过哈纳斯湖 当时那个地方还没有开辟的之后 我是搭着华木工人的卡车进去的 坐着170公里 在那个烂路上 颠在那个车厢里 我颠坏了两台照相机 机械上去颠坏两台 我进去以后 到了贾登宇那个林场 我背着背包行囊 一个人走着37公里路 沿着河边 走进那个地方去的 没有人的 我拍照的地方 我是说 我爬到山上 我把我的行李包 全部放在地上 我爬到山上下来 那个包准在那 因为一个人也没有 前几天 今年的朋友去 回来 他们在布尔金县 吃那个鲑鱼 它不是那个 哈纳斯河的 那个折罗鲑鱼吗 俄国水系的 冷水鱼 很好吃的 一顿鱼吃下顿 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 吃这么大一条鱼 可是我当时 我在那个伐木工人帐篷里 他们请我吃鱼 他们就河里钓了 那天晚上三个鱼 红烧鱼 清蒸鱼 鱼汤 都是鲑鱼 不要钱 黑白的东西 看上去心灵很纯净 很安静的 等会我有一些原作 给大家看看 这是山东的农村 而且小品 我那年回老家去的时候拍 我也是山东人 回老家的时候拍 这都是农村里随便拍的小景 那个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那个林怡的那个摄影协会的 一个是苍山县的摄影协会的秘书长跟着我拍 他们摄影家协会就跟我 他们都发现我在拍这些东西 怎么这样的东西 他们在那生活一辈子也没想到 这样可以拍照的 当地的摄影协会的人都是去明山大山 也是跟所有发烧的人一样的想 那么跟着我拍了三天 有那个秘书短突然说 他说我跟薛老师拍了三张照片 我突然觉得我们根本不会拍照 我想不是不会拍照 是脑子没有转过来 他不知道应该关注什么 关键的问题是这样 不是不会拍照 后来他就到杭州来进修了 到我这里来进修了 开始洗脑子 因为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我们山东人就这样 老乡 我们中国就这样农村 这也可以拍 都可以拍照 为什么不可以 可是你说 如果说你不这样想的话 你会到农村拍这样的东西吗 很多人都不拍 相对来说拍那些明山大山 绝对是没有意义 我拍的风景 经常是这种 看它没明堂的风景 我拍这样的风景 这种什么 我们专有一个分类 叫人文景观 就是自然跟人类的文化进程中 共同产生的景观 2009年我在意大利 这样也可以拍照 你可以训练 自己能不能掌握 这个黑与白之间 这么黑的一个猫 跟这白亮的地之间 有没有可能把层次控制好 试一试这样 但是我在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是意大利黑手党的故乡 我就是因为以前看这种小说 看多了 看教父看得有印象 我一定要去西西里 到了意大利 我在罗马天下 我马上飞到西西里 去这样 然后在这个一个 私人开的店里 西西里的人都是艺术家 他们随便做的东西都是创作 流浪汉 流浪汉跟他的狗 流浪汉 我拍了照 我们聊了一会儿 我就忘记了 第二天 第二天 我接上了两场楼 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 我想不起 好面熟啊 我一想 昨天那个流浪汉 还记得我 中国人比较好记住 没有中国人 那里没有中国人旅游 这是著名的蓬贝 它就是威处威火山爆发以后 那个蓬贝古城 咽到那个 这是西西里岛的一个平民区 纳布里的一个平民区 这是我在罗马 我每天走过的一个教堂 有一个玉的雕像 黑白摄影 这就是 小林没有灯光 你们会看见 这个修女身上的 黑色衣服里的层次 黑白摄影 经常要注意表现的就是 很丰富的影调 当然了 这个画面本身要有意思 也不是像拍沙龙片一样 没有那种光柱形式 但是这个技术的训练 有的时候你得想办法把自己尽可能多的保留那些层次 实际上呢 拍摄这样的题材是有挑战性的 因为在很大的阳光下面 很亮的白色的墙跟路面 那么跟黑色之间这个光比跨度很大的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再表现得好呢 这是数码相机 这是个数码相机 海边散布的时候 你在拍摄这样的题材的时候呢 可以把数码相机内置的红色绿色镜开上去 那么云就会拍得比较好 天空会压下来 这是一个意大利的 大家知道以前在这里曾经有个非亚特教车 小小的 这是一个高调的作品 高调的东西呢 黑白的高调通常就是以浅灰色为主 大量的亮灰色为主的作品 就称为高调的作品 我在科罗地亚的时候 做过一个房东的老太太 这是山西 山西的进程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些摄影创作 因为我们浙江呢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因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很快 在我们的文化意识 建设文化大使的这种概念 还没有的情况下 我们还没有意识到 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保护情况 我们已经太快地 把我们的老房子老村上 全部拆光了 可是山西呢 很奇怪 在历史上 在清末明初的时候 明国初的时候 清朝末的时候 山西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 所以他们那里 造了很多很多 看上去非常精彩的房子 最少明代就有很多 老房子保留下来 可是解放以后 山西在全国的经济中 就排到最后面去了 那么最近呢 这个煤 挖煤的情况上来以后呢 只是一些煤老板付了 但老百姓呢 还是穷的 所以在这种相对穷困的情况下呢 很幸运的 很多很有价值的老房子呢 被保留下来 那可以说 山西呢 是中国地上文物 最多的一个省份 我自己个人观点是这样 所以我很多年 我经常带学生下乡去那个地方 好了 时间的原因 内容很多 大家很快看一下 像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也把它归着叫做人文摄影 为什么你们注意看啊 一个棺材后面是写着呢 是毛主席万岁 是文化大革命四个伟大 但是呢 实际上毛泽东当天在的时候 毛主席讲人是不能万岁的 毛泽东也要进棺材 只是他的棺材好一点 是水晶的 这是木头 嗯 嗯 嗯